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部分 前面15讲已经把JBPM的初级,也就是JBPM的入门已经讲完了 然后接着讲的是JBPM那个高级开发部分 高级开发部分主要分这么几讲 第一部分是JBPM那个高级的一些和咱们业务系统整合的一些特性 第二部分是JBPM高级里面的一个回签、回退、自由流这些高级属性 第三部分是JBPM的一个web流程设计器 第四部分是JBPM实际的一个web应用实力 在讲高级开发之前 我需要引入一个咱们引入的一个后台这个EUI管理框架 EUI是咱们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后台的一种EUI框架 大大的减少了咱们的一个页面交互的一种开发 包括一些样式开发 这个是咱们去做这个后台管理的时候非常头疼的一个东西 比如一些样式写一些表格呀交互呀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写起来经常比这些业务代码要复杂之多 引入EUI以后 咱们就会不会在这些样式控制上下功夫 主要是咱们的一些交互 包括一些宰审数据交互 包括一些咱们的一些逻辑业务 这些是咱们讲的重点 具体的页面的交互 页面的一些样式控制 是咱们去 是咱们不需要关心的东西 所以我引入EUI以后 咱们这个 这些东西就可以一人而解了 咱们首先看一下EUI这块 EUI这个框架 我已经给大家搭建好了 因为咱们这节课 这门课 EUI不是咱们主要讲的内容 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比如说它就像咱们的一个MyCircle一样 我只是让它能用 能看 能看到结果就行 具体的里边的一些 MyCircle的一些知识 我是不会讲的 EUI以同理 咱们只会把它用当作一个工具 来辅助咱们讲解JPPM 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一些技巧 我这里讲的不是很多 首先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咱们EUI框架引入这个效果 这个我已经搭建好了 大家看一下 整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这个整体的架构 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个页面整式效果 首先是前面的一个投信息 包括这个 包括一些标题 这是一个菜单 是一个一级菜单 这里边是二级菜单 能做一个扇形的 就像能张能和的 这个里边都可以展开 关闭 包括这些菜单都可以点击 点击完了 还有一些效果 这个咱们都是用EUI 包括 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 一些样式措施实现的 这里面 左边是一个菜单的一个导航数 右边 这中间这部分 就是咱们的一个正式的一个 业务的显示区 包括一些表格 表单都在这里边操作显示 最下边是一个底的一个forter 就是一个最下面的一个标注信息 一般里边网站里边经常 我这里边就写了一个 随便写了几句话 一般来过别的网站里边 都会写一些版权信息 包括一些注册的一些东西 这个整个就是EUI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如何去实现这个效果呢 就是这些菜单也可以点击 点完了以后 这里边就出现了 每个标签 每个标签都是一个推爆 推爆里边都有相近的页面 都是个单独页面 而这些右击可以关部 关闭 也还可以关闭所有 这些都是咱们去 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能非常好的帮助咱们去 实现这种效果 看完这个效果以后 咱们看一下如何去实现这种效果 我这里提前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这里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 这里面的原码我会给大家开放出来 大家就直接用就行了 具体的看也非常简单 咱们写过杂物代码的人 写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里面我实现这个EUI的效果 只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咱们EUI的整个的一个框架 整个的一个原文件 这原文件咱必须都引入进来 就这块 这个是在网上直接下载下来就OK 然后你直接收EUI 然后在它的官网上 在官网上直接下载下来 这里边有个download 直接下载第一个就行 它有两种协议 咱们一般都用第一个就行 下载下来以后 随便下一个地方 然后把它解压了以后 我这块已经下载过了 咱们看一下 下载下来的效果 就是咱们是这样的 就是解压了以后 就是整个就这样的 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有 它包括一些demo 一些资源文件 这些包括log 什么的readme 这些我直接都考过来了 大家也可以直接考过来 这个就是 有时候就是这些东西 你把它删了 这两个demo 包括这两个 tags的 这些删了以后 其实也没问题 就肯定不影响咱们去代码实现 但是就说我把直接考过来 是给它一个完整的信息 以防咱们以后去 包括这个项目 比如说你开发一个项目 可能就这个 这里面引入的资源文件 可能就是这个项目 经过一年两年 或者三年五年以后 你把这些资源文件都保留着 就是将来别人看这个项目 维护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一目了然 一看你就知道啊 或是EUI这个1.4.3版本 包括这些 Redmi这些东西啊 一看这些东西都在 虽然说它没有什么大作用嘛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 而整齐就是可以可以理解 可理解性比较高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做法 来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其一 直接完全去 把它去放到这就行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自己写了一个CSS文件 这个CSS文件 就包括一些EUI的一些样式 就是一个辅助咱们实现这个页面 这个整个辅助实现这个整个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包括这些菜单效果 点击效果 其实真正EUI都没有这些效果 包括这个 实质这个图标什么的好 还有在Table Table这些右击这些 右击的这些菜单呀 也好 这些都实际的EUI是 原生的EUI是不提供的 所以说咱们还是需要一些自己去手动写一些代码 这些代码大部分都在这里边 大家去直接拿过来去用就行了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这个主页面 这个咱们看到的这个页面都是在一个里面 都是在一个页面里边 看得非常复杂 但是它都在一个里边就是这个indie.atml里边 这个页面就是咱们所有的 大家看一下这么复杂的页面 其实也没多少好代码 就这么一点 包括前面是一个 前面是一个ZS文件 后边是一个CSS 然后Body里边是有几行代码 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几行 这个里边其中关键的基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引入的这些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都是引入顺序 大家一定要注意 肯定是CSS文件优先 然后后边是ZS文件 第一个是Default CSS 后边是EUI的一个总体的样式 还有一个EUI的图标的样式 后边EUI的一个 ZCURY的一个ZS文件 因为EUI肯定是依赖于ZCURY的 所以说ZCURY是必须引入的 然后是一个EUI的文件 然后是一个outlook 这是咱们一个辅助的一个ZS文件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也去研究一下 这里边会写一些咱们其他的一些交互 这个交互主要是这些菜单的交互 我点击以后弹出个菜单 右击以后弹出这些菜单 主要是这些交互 然后接着是咱们ZS的一个ZS结构 ZS结构里边其实是定义的 咱们看到指菜单一指菜单二 定义这些菜单 咱们这个菜单 就是整个是用ZS定义的 然后直接解析就行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我想改一个菜单 而不去代码里边随便改 只是把ZS成结构去改了一下 以后咱们把这个ZS成结构 也可以放到库里边 或者怎么了 就动态去配置 这样就达到了一个 咱们去包括菜单 都可以灵活配置的效果 然后是关闭窗口的一个事件 这个就完了 这里边是一个CSS 这是一个菜单的一个效果 后边呢是一个就是包顶 Body里边最重要的是这个Layout 咱们Ele UI这几个区域 咱们Ele UI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咱们标签 就是把这个页面分成几个区域 这种一个空间 咱们主要使用它 包括区域里边有个效果 就南北边北区就头上边最上 上边这个区域南区西区 还有主中间的这个区域 这个是整个的把这个页面给分区了 分区切开以后 每个区设置各地的内容 各自内容 这就是完成了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右肌的一个菜单 菜单其实是一个DIV 右肌弹出一个DIV里边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Ele UI 这个整体的一个ATML 一个页面是怎么写的 整体来说 咱们这个Ele UI实现这个效果 只要分只称这三部分 第一个就是index.atml 第二就是Ele UI 那块包括一个自己写的一个outlook.js 然后是一个css 这就是咱们那个效果 这些实践这个效果 我也借鉴了一些网上其他人的一些 呃一些代码 这个是呃免不了的 就是我这个对页面的也是了解的不是很多 只说咱们做后台的工作的 对这个页面做的非常少 所以说拿来别人代码 或者是了解一下 把它去传授给大家 所以说这也是相当于是揭花献佛的意思吧 整个是 Ele UI的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里边 给大家实现一个例子 简单的一个例子 然后咱们Ele UI这个引入这棵课就讲完了 大家看一下菜单 到底点击这里边就是白的 到这里边我想加入自己的页面 我想显示一个自己的页面怎么办呢 咱们就给大家做个简单例子 菜单里边它有一个都有一个属性 是一个ID 还有一个名称 还有一个图标 图标是什么意思 图标就是这头上这个图标 还有一个就是URL 这个URL就可以任意写了 就可以写成咱们 比如说咱们这块 它这个相对路径 相对于更路径的一个页面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 INDIX 叫GSP 就是咱们以前做DEMO里边用那个GSP组页面把它写进来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刷新 然后点这个 咱们看一下 然后咱们以前做页面 原来咱们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浏览器里边显示 这个是在一个纸的一个区域里边显示 这样会就是说你点击是同样的一个效果就实现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URL 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你点其他的 就出来个其他的地方 这个就是把咱们每个区域 给咱们做成一个 每个页面做成一个 呃 推爆 这种形式的 这样会就是我这个能同时能操作很多个推爆 也符合咱们这种规范 因为现在的规范都是这样的 包括咱们这个浏览器 也不是这样的吗 从这个也是这种推爆形式的 在一个浏览器里边 这个也是这样的 整体的这个风格都是一致的 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以后咱们再写一些表格呀 交互呀 咱们都使用这种风格 都引入在EUli UI里边去做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内容 引入一个EUli UI 然后大家就把这三个文件 一二三搞进去 然后就直接启动了以后 直接访问就行 访问这个页面就行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页面是直接写的更路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这个 外边XML里边的一个Valcom页面 直接换成这个index.atml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输这个具体的 这个和这个和咱们等同于我这么写 我直接这么写 等同于我这写 这两个是其实是一样的 访问是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EUli UI的引入这几门课就讲完了 下节课开始 我就正式开始讲这批原文的一些高级特性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